接下来是现场观众的提问了 今天来了好多北林学子呢 因为一看问题 绝对是内部人士 就非常嚣张 作为全国园林最高学府的北林 请问您对校园内哪一处园林设计 最不满意 这一看就是北林学子 问出的问题 非常好的问题 确确实我对校园 有非常不满意的地方 就是作为这么大一个校园 当一下雨的时候 我们的校园的外面还有积水 什么原因 是因为我们校园 把水排到外面去了 这个是我最不满意的 我们知道要做一个园林环境 绝不是在做一个 美好的一个视觉的一个面貌 你应该有义务 任何一个大院 包括咱们这个大院 在下雨的时候 把水在你的院子里头解决掉 不要让它到城市里头去 城市的这个地下的管网 它的管境是有限的 大家全排管网承受不了了 它就往路上来了 如果大家的水 都在自己院子里头解决 我们的北京 我的判断就不会有什么内涝了 我们要把水流在校园里头 确实是未来的这个城市建设 它不是一个单一的 说每一个单位 或者每一个小区院落 是一个自己的个体 它应该最后是形成一个网状的 系统的解决问题 继续 继续 继续